韩庚正凯前任四电影影评 爱情与结婚无关 影评二千字 全面解析 前任这部电影 一拍拍了九年 前任三好票房 迎来了第四部 第一部分 前任四是在前任三之后六年推出的系列最终章 前三部漂浮最高就是前任三 记得当时最感人的情节就是电影最后一个扮演孙悟空 一个吃榴莲过敏 前任四在开篇呢就是结婚为话题 不过在正凯和女朋友的交谈中 我们看到导演要阐述的主题 其实不是真的要结婚 真的认为爱情是要结婚的 提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论点 正凯的论点是爱情到最后两个人一定是奔着结婚去的 女的则说我只是单纯的爱你 你却那么功利的为了结婚跟我在一起 所以说如今的年代 爱情 结婚 它已经不是必连的关系 而是最重要的是 你和对方对于爱情 结婚 彼此的观点是不是能达成一致 或许感情好的时候 达不成一致的时候 倒可以求同存异 好好相处吧 就因为两个不同的观点 对爱情的看法不一样 女的认为你不是真的爱我 是为了结婚 男的则认为 我就是因为爱你 才跟你结婚 你看 火星撞地球了吧 所以啊 一开始影片的这种争吵 带动了观众看下去的心情 也带动了观众会投射到自己的感情身上 导演这个抓住人心的技巧 在影片刚开始的时候 却实用对了 第二部分 逼思布里寒庚还是单身 还是那种爱玩的心 然而于文文已经离婚了 还有了孩子 都是三十多岁的人 一个游走在相亲市场 屡屡挫败 一个到底是为了梦云离婚 还是不合适离婚 导演一开始就引导观众 去希望他们重新在一起 但是在现实里 似乎分开了 就不应该再在一起 因为当年你为什么分开 你就算再在一起 那个分开的问题没解决 依然还会再次分开 郑凯这次和韩庚不同的地方是 虽然郑凯爱玩 但是却突然想结婚了 然而女朋友却不想结婚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导演依然是在跟我们讲述 两个男人的爱情的故事 为了在最终 张给他们一个好的结局 吸引观众观看 特地安排了相亲这个剧情 毕竟现实里相亲 总会遇到奇葩 或者自己被当奇葩 很容易产生大龄单身青年的共鸣 因此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初 它的拍片最高 但可惜票房是像山坡一样 一直下滑 最终票房没有超越前任三的 十九亿票房 最终票房十一多 但对于这种小成本制作影评来说 已经连续两部大传 豆瓣口碑插 也是最后一次割韭菜了 第三部分 为什么说这是一部割韭菜的作品呢 因为看完两个小时的剧情 我们会发现 导演在叙述中还是挺裸里巴缩的 比如说讲述郑凯这段结婚冷静期 就是婚前同居这段 居然演出了 两个人一开始是在装 装得最好的一面给对方 然后最后干脆不装了 那不装了 也不可能两个人都那么懒 那么的爱推卸责任吧 感觉这里应该是脱离现实了 现实的场景 我虽然没经历过 但是我认为两个人住一起 肯定是互相彼此都会轮流做家务 不可能一个人一直做 一个人一直做 我认为那是不公平的 而且那也是不合理的 既然是选择一起生活的 那应该是大家一起为这个家付出 所以我不认为电影郑凯这段符合现实 因为如果现实里真的是这种恋人 那也太假了 趁早分开最好了 电影中韩庚见到于文文的时候 看到于文文带着那么大的孩子的时候 是五味杂陈 但是两人似乎又还有感情 这电影台裸里巴缩的就是 两个人在分开多年后再次见面 进度条已经走了50分钟 快一个小时 电影快结束一半 还没入主题 不 是才刚刚入主题 所以说 前任四票房比前任三失败 是情有可原的 豆瓣评分不及格也是有道理的 导演台啰嗦了 可能导演中年了 废话太多了 不会讲故事了吧 本来可以好好讲讲前任的故事 结果 浪费了一个小时 不知道在讲什么 就在那讲韩庚相亲 郑凯同居 结尾的话 前任系列电影 我觉得不能算是未来的经典爱情故事 但是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在现实里 学会一些关于爱情的道理 在这部电影里 能学到的关于爱情的东西就是说 你要学会珍惜 不要失去了才开始后悔 就这么简单 这部电影 郑凯的保养还是不错的 但是韩庚是肉眼可见的胖了 并不是宣传上 互吹互捧的说韩庚没变化 韩庚是真的脸圆 也有老相 反观郑凯保养的是不错 于文文保养的也挺不错的 电影的主题是前任 所以也许于文文和韩庚 才是这部电影的核心 灵魂角色 郑凯只是辅助的 因为郑凯都没前任 只有现任 甚至还同聚了 其实电影的名字也是有矛盾的 又是前任 又是结婚 既然是前任 就不可能再结婚 可以大大方方的前任4 再见前任 更符合整部电影的主题 而且电影中有一段是非常不好的社会风气体现 就是说对方发消息给韩庚 问韩庚认识不认识华西医院的医生的时候 这个是不对的 自己家里人有病 却找关系这种是很不好的风气 我自己生病 我就不找关系 不一样把病治好了 我觉得当你有病的时候 你找医生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找了个熟人又怎样 他的技术就是那样 你的病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 虽然你说这个现实里很多人喜欢通关系什么 给自己心理安慰 但是既然是影视创作 那就不应该这种方式去表达 因为这种会增加社会的不良风气 一部电影对于细节处理不好 考虑不到位 就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The End 作者 龚祥 请不走 静子